北京从来不缺乏有才华的穷人 只要你不想干 明天就有人干 北京 上海跟广州 到底是年轻人梦想的起点 还是失望的终点 在那儿过高的生活成本 太大的工作压力 让新一代大陆白领 犯了大都会相仇 他们说一线城市适合小众 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中天记者带您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北上广 我们家五口人 现在还有四口人在里面 极端片后重创大陆 中天记者深入甘肃州取重灾区 亲眼目睹 灭村惨况 这个台湾上老板 要拿一个闹市区的100米的门市房 广州没有大样 80后科技新贵情有独钟 珍藏5000座古钟 富豪开价500万美金也不换 欢迎收看标富大中华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2008年北京有奥运 2010年上海封世博 广州半亚运 几场国际性的盛会加快了北上广的城市建设发展 也让这儿成了竹梦者的天堂 但是想在一线城市圆梦 那么相对的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 时间成本 越来越多的大陆白领 因此决定要逃离北上广 北京 上海和广州是大陆发展最快最早的城市 也是不少年轻人梦想的起点 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议 他们针对最具有幸福感城市所做的排名调查之中 这三个一线城市却是集体落榜 有不少人说 在大都市生活什么都贵 普通白领占的钱永远不够花 那么大陆特殊的户籍制度 就算你在北上广打拼超过十年 别说自己无法就地落户 在当地生的孩子也还是拿不到户口 让人没有归属感 就好像台湾很多年前喊出 离开台北移居宜兰这样的口号 大陆其实这两年也流行一种说法 叫做逃离北上广 顾名思义就是离开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 我们的记者吴文奇在北京就实地记录到 一个大陆年轻人他打拼的心酸 他说在北京他没有亲人 没有房子 没有归属感 好像是从乡村的底层逃到了城市底层 他说选择离开不是逃离 而是更能够掌握未来 每天都有陌生的连孔来到这个城市 北京改变了他们 他们也改变了北京 有的人水波逐流 有的人处心几虑 不停地赚钱吗 北京特别北京 不是太适合生活 在北京从来不缺乏有才华的穷人 只要你不想干 明天就有人干 过分乐观或极度悲观 80后的小鹤 从乡村跳进灰灰淡淡 充满尘埃的一线城市 在电台担任企划 每个月的薪水 付掉房租生活所剩不多 这个珠来的小房间 下个月就要搬 简单的家具全都可装可拆 忘了补充 小鹤高二跳级考上北京的大学 是村里羡慕的对象 一直在这个城市混 有一些事情可能自己做不了主机会 当机会到的时候 可能自己要去跟他 也就是碰的那种感觉 偶遇 因为都跟机会是偶遇的 北京火车站 北漂人的第一个渡口 时速340公里的列车 在这个全世界最快速的国家 连篮计程车都要抢 要野民手快 城市暴富 新地标投射崛起国家的欲望 央视北京大楼 倾斜的主楼在高处尖锐接轨 这是一线城市的游戏规则 生活远比建筑一座电视台更复杂 就把家里面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 在北京换一套房子 大概70平米的房子换一个首付 然后从明天开始 我们才只能喝西北风 江湖就是这样 就你今天说 我选择退出江湖 明天你说 我想再回来玩一圈 江湖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每个人都赶时间 早上上班的时候 怕迟到才赶时间 晚上回家的时候 想早点回家休息赶时间 像我个人在北京 是完全没有亲戚的 一个人早上起来 要自己做饭 晚上回家要自己做 这是被一线城市 高成本绑架的白领小资生活 像是从乡村底层 逃到了城市底层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你还会再选择到北京来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到北京 这么长时间来 然后再加上 因为自己还有同学 在家乡在辽宁沈阳 他们的成长会不会这么长 他们在沈阳的这种积累 已经慢慢爬到 沈阳那个社会的重层了 对 但我这个慢慢的积累 可能爬到了 北京社会的三分之一层 但是当如果我要回到沈阳的话 现在回到沈阳的话 我是从底层再来的 不是逃离 小赫说是选择 选择更能掌握的未来 他想去西宁 一个荒芜却充满机会的地方 有一些北京人的生活的习惯 已经发生变化的东西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 还没有发生变化 我希望可能未来 我可以把这种变化 带到那个地方去 让那个地方也发生 微妙的变化 然后我就是那个城市 这个行业的领头人 牵头人 然后也可以从中 获取一大部分利润 这是一线城市 变化的速度 在你了解的同时 就已经过时 一线城这是飘之城 迷茫的人说 命运像祈求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 却走进你安排的占据 我没有坚强的防备 也没有后路隔一堆 想逃离你不下的陷阱 却陷入了另一个环境 但是要如何定义 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呢 传统上的一线城市 是指毛泽东时代的 工业建设布局 当时一线呢 是指铁路的京广县 那么也就是北京武汉 广州以东的这个沿海地带 而以西就被视为 二线跟三线 但是一般说来 一线城市呢 是指GDP大于1600亿 而且市区人口 大于200万的城市 北京啦 上海广州深圳 都是属于这一类 而其他副省级城市 经济特区城市 或者是省会 就被归为二线城市 例如长沙西安等等 我们从今年上半年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的收入来看呢 一线的北京 突破了1万5 上海更是逼近了3万 而二线的长沙西安 相较则是短少了5000 跟16000以上 再从最为现实的房价去看 上半年 北京跟上海 一平米成交均价呢 都要两三万元 二线房价虽然也在涨 但是长沙西安的 住宅成交均价呢 却只有北京的 十分之一 跟十三分之一 正因为在二线的生活成本 比一线城市低了很多 许多人就说 在二线城市能当生活家 而大陆这几年拼命的 盖公路 盖铁路 盖高铁 缩短了二线 一线城市间的距离 也加快了内陆城市化的脚步 并且也造就 五亿中产阶级的崛起 中天记者李怡静 跟杨祺浩 就到了湖南长沙 他们发现那儿的年轻人呢 夜夜泡酒吧 就算每个月透支当月光族 却还很乐观地说 开心就好 恍惚间有种错觉 以为自己在欧美看舞台秀 拉回现实 这里是湖南长沙 每晚生意最火爆的 田汉大剧院 像这样声光效果十足 内容五花八门的歌厅秀 三小时票价从台币 两百五到一千四 对于平均月薪台币 一万的长沙人来说 其实不太便宜 全年无休 制作成本台币八千万 但是一年票房超过 一亿五千万 而且观众八成以上 都是湖南人 一个月啊 差不多把工资都花完了 然后很少借回家的 女孩子嘛 不就是人买东西啊 吃喝玩乐啊 别以为只有年轻女孩 才是月光族 这位妈妈一样 花钱不手软 这个月大概赚多少钱 花多少钱 三到五千吧 多少年 多少 差不多 我每个月都花光了 以前讲为人民服务 现在更重要的是 为自己消费 爱吃赶玩的湖南人说 发展的机遇别错过 享受的机会也不放过 欢迎来张照 我看我看你 我看我看我看你 画龙池气氛 最好的酒吧 好酷 好酷 把东西吃光 把钱用光 身体才会健康 这句话可以说 充分展现了长沙人的消费性格 而在这个地方呢 画龙池 它则是展现了长沙独有的酒吧文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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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礼拜 然后一两回了 马上没什么事 也泡泡被堵 大概一个月花多少钱 在泡泡上 应该就是个 两千块钱左右吧 把那样的朋友开心 买一起了 这可能跟湖南人的性格有关吧 湖南人 爱玩 我们这条街啊 不放的上边 就是竹林茶 彩虹之铁 这里是湖南长沙一家餐厅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 最高一天四十七万 平常的话随随便便也三四十万 最多的状态一天的话三十六次 平均的话三十三十二次 大陆有句流行语 最可怜的不是穷光蛋 而是钱堆在银行 人已经睡在天堂 吃喝玩乐拉动城市经济 一亿负人五亿中产的需求 启动中国消费狂飙